关于提升口才 锻炼语言的表达能力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 就是前期准备的建议 那么实际上在这本 完美沟通的这本书当中 还讲到了一些 关于肢体语言的表达 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来弥补 包括来完善 我们语言上表达的一些不足 那么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你不管是手势 你的身姿 你的眼神 它都会帮助我们 更好的来进行表达 如果说你听过 现场的讲座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在讲座的时候 我们现场同学的气氛 都会特别的好 这个都是积累的结果 那我一直就强调 我说如果你有表达的机会 就一定要去表达 你硬着头皮 你也得上 你越害怕 你越得上 很多事情其实你不做 就是因为你心里边害怕 你还把就是没发生的 或者说是压根 就不会发生的一些结果 就往自己身上想 想的就特别的严重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演讲完以后 你会发现 这感觉还不错 所以说战胜恐惧 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实战 还有呢 就是要记录下来 你整个的演讲的过程 包括你自己练习的过程 你反复的观察 你反复的练习 让朋友帮你录下来 回去后呢 你再多去看一看 多去磨合一下